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 军购订单有茂密 莫迪面临辞职压力 围绕印度与法国两年前签署的一份军购合同 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的21日说 印度政府对法国方面选择印度当地合作伙伴施加过影响 这一说法引发印度国内对军购合同涉嫌腐败的怀疑 反对党指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背叛印度 要求他引咎辞职 奥朗德爆料印度军购内幕 印度2016年9月与法国签署军购合同 向后者购买36架阵风战斗机 估算合同金额87亿美元 这笔订单在奥朗德任内签署 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制造 根据印度防务采购有关规定 与印度签署军售合同的外国企业 必须在印度国内做合同金额30%以上的投资 以帮助印度打造国防制造业基础 摆脱进口依赖 鉴于此 达索飞机制造公司选择印度现实防务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法国媒体梅迪亚帕新闻网站21日报道 奥朗德接受采访时说 印方曾向达索飞机制造公司施压 以便让后者选择信实防务公司 我们别无选择 奥朗德说 接受了 印方 指定的合作方 反对党呼吁对莫迪追责 印度反对党一直对2016年9月签署的这份军售合同不满 认定交易过程不透明 莫迪政府买贵了近几个月来 反对党质问莫迪政府 法方为何会选择印度富豪阿尼尔安巴尼名下的信实防务公司 而不是有数十年飞机制造经验的国营企业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 奥朗德施压说法一出 印度国内追责莫迪的呼声骤起 主要反对党 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拉胡尔干第2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总理背叛了印度 国大党议会上院议员阿南德肖尔玛说 莫迪2014年就认识承诺让印度摆脱腐败 而现在他已经在道德层面丧失继续执政的权力 除国大党 一些小反对党同样加入声讨莫迪的队伍 多方否认奥朗德说法 莫迪办公室21日没有就施压一说做回应 不过印度国防部 法国外交部和达索飞机制造公司都否认双方政府曾介入选择印方合作伙伴 印度国防部在推特上说 他们正在查证奥朗德的说法 我们重申 不论印度或法国政府就商业决定都没有发言权 信实防务公司没有立即回应 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否认奥朗德的说法 称与信实防务合作是达索飞机制造公司的选择 法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 否认法国政府干涉法国企业对印度合作伙伴的选择 声明说 就选择最适合的印度工业伙伴 法国企业有完全自主权 路透社报道 印方希望借阵风战斗机军购合同深化与法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而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则希望这笔合同 能为他在印度赢得更多战斗机订单 则编 赵建东 编程 鞋 �idée 编程